云林县政府14号举办了 玉兔校营锦绣村的爱心活动 县长张丽善特别感谢富豪居的创办人李杰 以及他的父亲李之行母亲金小梅 多年来对弱势团体的帮助 让社会感觉到处处有爱心 人间有温暖 李杰总裁所带领的富豪居的团队 我们暂且给大家掌声鼓励一下 感谢你们 我们孩子要用拓意快筛器 我们政府已经为止了 所有全国也给国内观修给我们孩子 给我们国家好的孩子和幼稚团的孩子 终于不用搓鼻子 统统用唾液的快筛器 他去年观让我们间隔塞雷地区 1614台的平板店 这是他对国内观修宣发出 手坡针对我们孩子的教育非常重视 他在去年也很多的家庭和中家庭都做7千多亩人 每一家都靠过我们军念 最大的在地最大的農产品 做不但可以照顾农民 做爱心 每一家家庭和中家庭和中家庭 要去承论人 富豪居社团的创办人李杰表示 做公益不需要理由 只要有人需要他就愿意伸出援手 感谢政府同队的协助 不然这种大活动就是 今天小钱做不起 政府在那边出了很大的力 在那边协办 然后草地 然后让大家乡亲齐齐 就让我们非常感动 然后我们只是接点人婆之力而已 希望兔年所有的乡亲都能够欢欢乐乐平平安安过好年 每天电视在云林的采访报道